會不會太難了一點 對 是蠻難的啊 我想要直接用1號球勾的樣子 對 但是 但是我想他這個球 這個最主要的目的還是想掉球 因為 因為我想以FRIEND的程度 他應該曉得說 那個1顆星 要勾9號球可能是勾不到 因為6號球已經擋住了 好 1顆星解1號球 當然 最理想的話是2顆星啊 2顆星解到的話 母球可以留在上面 哎呀 差了一點點 沒解到 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賽前的 練球 表演球 對 這是一個 剁肝 這觀眾看得津津有味啊 我們看這是一個左賽剁肝 其實這種剁肝啊 這個對 對這個會剁肝 剛剛拉到球台的最下方 但是以目前3號球的角度來看 好像有點困難 那4號球 不曉得有沒有辦法 直接來打這個左邊的底帶 好 勉強想要移下來啊 那麼現在看看 哇 這個4號球 可能要打很薄很薄喔 而且還要注意母球 不要跟9號球去撞到了啊 不要說9號球走到一半去碰到母球 好了 我們首先看到呢 就是川端聰 要對上 Evan Reyes 這位來自於菲律賓的選手 那麼這已經是這兩位選手的 在今年的這個 這位是勝利亞洲929群 會在當中的第三次交手了 不過在前面兩次當中 全程從碰上Evan Reyes 好像 裁判的是蔡先生 的確 我也很同意教練所說的 每次碰到Evan的時候 好像打起來都完全不是那麼回事 好 我們看到Evan Reyes獲得了先攻拳 所以第一局由Evan Reyes來衝球 Evan Reyes衝球 對 我們看五號球就直接進帶了 母球控制的相當的不錯 這個一號球碰到了帶角之後 我們待會看看這個一號球 碰到中帶角之後彈回來 剛好彈到底帶的前面 形成一個大chance 好 二號球在最上方 可以考慮來做底帶 母球兩顆星上去 結果是做到了中帶 路線走的比較長 而且他是選擇的這個 選擇的這個滴桿 換句話說這個二號球 就會做成一個中帶的角度 但是我們現在不曉得這個角度怎麼樣 可能要下左賽推桿一顆星了 好 我們看到下了很強的左賽 但是 哇 這個左賽下的太強了 這個強到這個帶裡去了 好 再看一次啊 好 再看一次啊 這個一個左賽推桿啊 結果這個左賽下的太強了 母球落袋 好 這一開始 川端聰啊 這可能是一個好兆頭啊 這個對川端聰來講啊 看看這一次會不會贏啊 川端聰 一定要好好發揮 對 好 簡單的做到四號球 那麼五號球在衝球的時候已經進了 所以說直接推下來做六號球 當然 川端聰在日本的比賽啊 這個表現都是相當的不錯 而且也多次打敗這個 日本的第一高手 這個高橋啊 對 在今年的這個 勝利亞洲九號球巡迴賽當中 日本呢 通常都是這兩位選手來出賽 川端聰 以及山本九絲 對 他常常打敗高橋啊 這川端聰 但是 但是為什麼碰到Airframe就 就手軟呢 欸 你看看這個球 這個又是拉幹拉的不夠啊 這個七號球的角度會變得比較大 對 這個 好 看需不需要橫台 角度真的蠻大的啊 這真的要打橫台了 好 沒問題 這一次力道的控制很好 左手持桿的川端聰 第一局的最後一個九號球 在八強的比賽當中呢 是要來搶九局的一個比賽制度 我們看到的是川端聰的個人檔案 Evan Reyes 這位選手呢 拿到過銀牌 Evan Reyes 拿到過銀牌 Evan Reyes 50歲 右手持桿 世界排名第四 這個 因為我是在現場當裁判啊 所以這個川端聰他也是 這個八號球輸給了來自台灣的選手啊 所以說才落到了第三名啊 這個八號球的比賽 好 聰球有球禁 但是一號球卻形成了一個遠球啊 這個球要進攻是相當的困難 這個球要進攻是相當的困難 衝進的球是七號球啊 那麼現在一號球 如果要保底帶的話 這個要相當好的眼力才行 好 我們看他並沒有嘗試要保球啊 這是選擇的做安全球 好 看看有沒有掉到球 好 從這個特寫角度來看 對 變嗆死了啊 好 雖然說這個球是這個嗆死 但是這個二號球並不好做球啊 最主要就是說這個二號球的前面有這個三號跟六號啊 限制了這個二號球的做球 好 看看 阿弦的拉桿力道控制的怎麼樣啊 當然你力道控制的好的話 這個 欸 點了一下 很明顯的是過頭了啊 果然沒錯啊 拉過頭了 這一般 像一般來講 剛剛的這種拉桿的力道啊 這個是非常不好控制的 不過 雖然是掉球 可是卻難不倒阿弦的 解禁 哇 力道又控制的剛剛好 好球 對 我們看喔 下左塞一顆星 把二號球給勾進 呃 這種球對FN來講好像是 跟吃飯一樣啊 真的好像是這樣子 對 當做嗆死打 呵呵呵呵 好 這樣子一來剩下都很簡單了 所以 傳傳聰 非常可惜 一個 安全球的 算是一個安全球的失誤 然後 八號球做下方敵代就可以了 所以 我們看到FN類似啊 雖然說 二號球做得不理想 可是 輕輕鬆鬆地把它給勾進 然後 把這盤球輕廣發 這個 好像 那麼 在八強的另外一場比賽當中呢 我們要看到的是楊青順 他將要碰上的是來自於韓國的選手 所以呢 在 我們的轉播工作當中 也會為大家帶來這場比賽 好 那麼 第三局輪到了FN的衝球 這個 三號球進了 一號球形成一個大chance 好 輕輕地薄進 這個 三號球在衝球的時候也進了 所以說 現在是直接做四號球的中帶 那麼 看看六號球 也可以小拉桿來做六號球 另外一邊中彈 照這個球形看的話 又是一個相當簡單的球形 調球啊 這個都攔不倒FN了 照樣把他給勾進 那何況現在這個球形那麼簡單啊 對FN來講當然是輕而易舉 八號球輕輕打進 九號球做同一個帶 也做得很簡單 三號球 直接要為大家帶來這精彩的台北戰的比賽 全能衝的衝球 哎呦 還好四號球幫了個忙 非常危險啊 好 我們看這個母球啊 直接往代口跑 這個 還好這個 四號球救了一命啊 要不然的話 這盤球就完 又沒了啊 對 好 保球 下一點右塞啊 這個一顆心回來 來做三號球下面的底帶 好 四號球在球台的上方 所以說現在這個球必須要拉幹 一顆心回去 好 我們看到這個球形啊 好 現在也是非常簡單的啊 所以傳單衝這一局拿下來應該沒什麼問題 好 中竿啊 讓這個母球抬上去 當然 這個六號球在衝球的時候已經進了 五號球定竿 就可以做到七號球的中帶 哦 還打了推桿啊 打了推桿啊 打了推桿的話 川川川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八號球要來做同一個中帶 對 看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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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看來看 看來看 7號球的 保球 來 保進啊 但是 基本上來講 像穿成中 五號球 做七號球 這種做球方法 在我個人的感覺 是比較不欣賞一點 如果說 以它剛剛這種做球的角度 我会我会推干干脆走两颗星 打五号球的时候 推干走两颗星 这样子的话七号球会更好打一点 起码母球跟七号球之间距离会稍微缩短 对 比赛进入到第五局 欢迎您继续收看 省里亚洲九号球巡回赛香港战的八强比赛 我们看到九号球往代口跑 但是力道稍微轻了 但是我们看到冲进了五号球 那现在一号球在母球的前面 那么现在看看这个有没有办法打组合球 我们看九号球的前面还有个六号球 对 这换句话说 如果说要打组合球 哇 三颗球的组合球 会不会太难了一点 对 是蛮难的 我想要直接用一号球勾的 但是我想他这个球 这个最主要的目的还是想掉球 因为我想以FM的程度 他应该晓得说 那个一颗星 要勾九号球 可能是勾不到 因为六号球已经挡住了 因为六号球已经挡住了 好 一颗星解一号球 当然最理想的话是两颗星 两颗星解到的话 母球可以留在上面 哎呀 差了一点点 没解到 这个 我想穿轮冲 他是想解宝球 两颗星解到宝球之后 这个一号球会滚到七号球的旁边 然后母球再滚下来 这样子的话 有机会形成安全球 但是没有想到 却没解到 看看FM是不是打到六号 就让这一局结束 三号球左下角的抵带 好 还拉干 那这很明显了 这个准备要打六九组合球 如果说他不打算做 六九组合球的话 这个四号球的角度会做得比较大 好 六九组合球 轻轻松松 等于是两位选手 还是各保住发球局 所以说还是蛮有机会的 这次母球原本控制的不错 看看一号球 刚刚好听到母球前面 不错啊 漂亮 好 看冲进的球是六号球啊 然后一号球跟二号球 撞了一下之后 形成一个呛 而且二号球就在这个 同一个台边 所以说做球相当简单 但是这盘球 这个四号球 好像是一个麻烦球啊 待会看看有没有特写镜头 可以来仔细观察一下 四号球跟九号球呢 就在球台的最下方 我目前这样子看 好像没有组合球的角度啊 拉干红台做敌带 那么现在关键的四号球啊 看看是怎么处理 从这样子看的话啊 可能如果说要打组合球 母球可能要拉干 拉到球台的最下方啊 但是以目前三号球的角度来看 好像有点困难啊 那四号球 不晓得有没有办法 直接来打这个左边的底带 好 勉强想要移下来啊 那么现在看看 哇 这个四号球 可能要打很薄很薄哦 而且还要注意母球 不要跟九号球去撞到了啊 比较说九号球走到一般去碰到母球 好了 还好没问题 四号碰九号是个爆球啊 所以这个九号的球的速度会比较慢 FM Reyes的冲球 大家可以从他冲球的声音听得出来 并不是说力道真的是很猛的一个冲球 但是冲的很扎实啊 换句话说啊 这个母球碰到一号球的整颗球啊 这个换句话说这个你碰到整颗球的话 这个力道就会比较饱满 如果说你一号球是冲保球的话 当然了这个力道就一定是分散掉了 好一号球还可以来保底带啊 那我们看他好像保中带好像有点困难啊 哎哟还是保近啊 我们这样子看 看不出来说这个球可以保中带 二号球在带口不远 当然三号球在左下角啊 这个有一个五号球 稍微啊这个限制了这个做球的一个方向啊 所以说现在这个球 看看母球有没有办法打刹车球啊 这个推杆左赛啊 要不然的话就必须要拉杆横抬一颗星回来 哎呀 这样子哎呦 把四号球撞到带口 这样子的话 三号做四号就更简单了 哇 这个Afriend果然是一位天才 对真的是天才啊 因为因为我们看到啊 这个这个三号要做四号其实是蛮费力的啊 但是你把四号球撞到带口之后啊 你看看现在做球多简单 啊 这个这个真的是 他这个脑袋啊 脑袋的思虑真的是天才啊 好像比一般的选手都来得更先进一点 对而且他 而且他你看他 他这个想出这些战略啊 都想得非常的快 不像一般选手说会想很久啊 他在想得很快啊 六号选择戴口 所以每一次看Afriend的比赛啊 每一次都可以学到一点东西 但是问题就是说 你学到这些东西之后呢 你有没有办法在比赛 像他这样子运用自如啊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对实在经验 起码就是说该花费的都花费出来了 对 属于正常球技范围的呢 就应该是要看到川南松能够打得出来 假如说已经超过他的能力了 当然就不敢再多说多要求 最起码就是说啊 这个我们常在讲啊 就是说你比赛的时候 如果说能够把你平常的实力打出来的话啊 不要说百分之百啊 百分之九十的话 那你这个比赛拿冠军的机会就很大了 哎呀 这次冲球没球进 竟然没有球进啊 一号球还正好滚到母球前面 哇 这个太运气太差了 这母球的控制已经是不理想了啊 这个推到球台的这个上方去 没有想到一号球球过来 好 这样子一来的话 Aframe有可能就会把这个领先的距离加大了 其实过去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Aframe啊 这个九号球比赛输掉的情形啊 这个大部分都是在冲球没有办法花费啊 但是搞不懂为什么川端冲这个碰到了Aframe 这个变成了说这个川端冲没办法花费这个冲球 对 然后我们看这个球台的情况啊 对这个Aframe来讲也是相当的简单啊 所以教练刚才提到这个 有关于选手对决之间的这个事情 其实有时候是很悬的 很绝妙的 一无刻一无的情况也实有所见 对 当然你说冲球好的选手也不可能说每一次都冲球好 这个有时候也会冲不进啊 像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这个Buster Monday啊 他有时候也是常常冲不进球 这个非常简单的球形 所以说现在Aframe非常轻松了 这盘球啊 全部把一个清光 9号球打进 这次全单 所以我们看看如果Avanti还能够一分之一分之一 可以让我们准备 重球有球进 哎 但是母球的位置不大理想 一号球也跑到上面去 对 好 看看Aframe这球怎么样子来做安全球 我们看母球的撞点啊 撞得稍微太高了 所以说母球往前跑 重新的球是四号球 那么一号球要直接进攻是蛮困难的 有没有办法利用六号球来掉球 好 做了一个相当简单的安全球 当然 现在这球穿单冲安全球也是很好做的啊 可以考虑把母球送下来 或者是说把一号球送下来啊 看看 这个穿单冲对他的子球的方向 或者是说 这个母球的方向 哪一个比较有把握 好 选择把母球送下来 看看有没有办法掉到球 好 好像没有掉到的样子 教练这个球如果想要把母球藏到七号球的下方的话 是不是 对 我个人认为是藏在二号是比较容易一点啊 藏 要藏在七号是比较困难啊 如果说是藏到二号球的下面 这个是要比藏到七号球的下面要简单一点 那假如说想要达到这个目的的话 是不是在右赛方面需要再下来更强一点 刚刚的角度 没有 稍微再 再打薄一点点 稍微再打薄一点点 哦 不然还想要灌球近代 母球拉杆回来 然后一号球还可以看到一点点 好 我们看到这一球啊 这个球它 基本上来讲 选择拉杆 灌球 这个力量已经用得很大了啊 所以说 这个一号球反弹的角度会比较缩小一点 这次的路线是要比刚刚容易多了 阿 欸 Eflin用口水抹了一下他的披头边缘 嗯哼 让这个准心再发亮一点 是蛮有趣的一个动作 好 一颗心解球 還真的想解禁 看AirFriend的角度感非常的好 一顆星那麼遠的距離 這個角度抓得很準 船人從用右手來打 右賽拉桿回來 拉不動 這個右手必進 這個左手打者用右手來打 終究是比較不順 好現在看看這個二號球包球的準度 母球必須要想辦法閃過九號球 乾脆選擇掉球 但是好像沒有掉到 其實我認為他剛剛這個二號球應該可以來拼球 所以做決定的過程當中可能 這個決定稍微有點失誤 因為剛剛那個二號球其實 並不如說真的很難打 這個包球是還可以包 然後看看二號球AirFriend有沒有辦法打得到啊 如果打不到的話 可能要下令左賽剁桿 好 Friend延長時間 我們看是不是抬高桿尾 沒錯啊 哇 桿尾抬得太高了 自己都笑了 打不到的球 結果竟然 竟然打到另外一邊去了 好 塞過頭了 對 豆干剁得太強了 好 川南聰 這個 終於獲得一個自由球的機會 好 這個 二三組合球 五號球 好像可以來做中代的樣子 那當然啦 這盤球的關鍵啊 這個六號做七號 好 我跟這個FM Reyes兩個人來做安全球上面的較量 想要從中呢 獲得到像這樣的自由球的機會真的是不容易 哎 不多啊 好 做了五號球做了蠻直的啊 拉幹拉近一點啊 這個 讓母球鋁六號球距離近一點點 哦 差點拉歪了 來看看七號球跟九號球相關位置 好 左賽推桿啊 走三顆星啊 但是我們看到好像是準備要拉桿的樣子 好 選擇了拉桿橫台 這樣子七號球能過嗎 我的感覺是好像過不去的樣子啊 我也覺得好像過不去 照理講應該是做到另外一邊才對啊 好 看看可不可以過 好沒問題 哈哈哈哈 這個我們有視覺上的誤差 呵呵 不過瞬機呢 的確有的時候 角度的關係 所以才會讓我們在判斷上面 跟選手的判斷當然會有出入 哦 打了個大拉桿 哎呦 拉過頭了 力量稍微大了 不過還好啊 這個應該還在射擊範圍之內 所以我們說呢 川南聰這一次呢 5-4 ang score natin dito 呢 nakahabol 是1-1 si Cawabata 他 還在這裏 第十局 對 現在等於是 川南聰 啊 這個 打平的一個好機會 這次母球控制的蠻好的1號球 哎 1號球手氣不大好 不過看看母 母球又滾了下來 哎呀 滾的不夠多 我們看衝進的球是5號球啊 6號球把母球撞了下來 但是很可惜啊 這撞的不夠多 多撞一點的話1號球就變嗆死了 對 好 那麼現在1號球是個掉球 看看 要解球呢 還是要push 哇想要解禁啊 左賽 勾進 哎4號球 勾到一點點 哎呀 差一點啊 好 1號球 Airframe可以看得到啊 但是不曉得有沒有辦法保進 好 我們看結得很薄啊 這個我想啊 應該是穿爛衝的本意啊 這個結得薄薄的來做安全球 漂亮 這個一個滴桿 滴桿一點點的右塞啊 這個打了一個非常漂亮的一個煞車球 所以煞車球啊 這個不只是可以用在這個做球 當然你在想要掉球的時候 這個也可以來做一個力道上的一個控制啊 來達到這個掉球的目的 然後傳染從解到球 1號球 沒有辦法直接進彈 可是跟9號球之間的關係好像蠻微妙的 嘿嘿嘿 對不過這距離那麼遠啊 這成功率並不高了 但是我們從這個特寫鏡頭看的話 這個1號球還可以保得進耶 好看看Aframe要不要來包1號球 我想他應該不會來打這個一球組合球啊 這個這個一球組合球這個成功率太低了 欸 欸 欸 喔 呵呵呵 我想他啊 他應該有那個薄1號球的意思啊 但是薄的不夠薄啊 所以母球才去碰到了9號球 好 那麼現在1號球底帶可以過啊 超人充仔細看一下 我想應該可以過 然後定竿就可以做到2號球同一個帶 好 拉桿回去做3號球 我們看到 雖然說2號球稍微有擋住了啊 但是1號球可以從外角來進帶 哎呀 這拉桿這個打得不準啊 好我們看 這個看 從剛剛的鏡頭看得很清楚了 這個2號球他打得不夠準 換句話說他是打歪的進帶 雖然說他是打進帶的 可是他是打歪的啊 欸 不過還好 這個開輪打擊打得不錯 但是3號球如果是直球的話 這個6號球就麻煩了 好 好 好 哦 啊 中幹推幹啊 增加角度漂亮 這球打得漂亮 好 這應該是把現在還沒上的狀況稍微舒緩一點 對 但剩下的就沒什麼問題的啊 應該如果說剩下的還會出錯那就太離譜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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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角度啊 有角度的話 可能就要推幹了啊 推下左賽推幹一顆心回去 左賽下來還不夠強啊 所以母球呢沒有往球台的中央跑 對 離9號球比較遠一點啊 好 沒關係 9號球穩穩地把它準進就可以了 好 沒問題 啊 銀手 傳傳統呢 今天的表現的確是比前面兩次碰上FM Reyes的時候呢 要優異了許多 哇 看這次衝球 拼命的追撞 但是最後的1號球 卻不大理想 好 我們看到6號球直接進帶 4號球停在帶口 但是被2號球追撞 1號球過來要追撞2號球 但是卻形成了掉球 好 看看剁桿有沒有辦法打到1號球 這個1號球很難打了啊 已經陷在這個帶口裡面了 然後右賽的剁桿 好 還好打到 但是2號球 順便進算了 順便進算了 運氣真好啊 3號球剛好在上方啊 對 哇 這個FM這個球打得好 手氣也好 這真的是沒辦法 什麼都擋不住 2號球如果不進的話 其實還蠻麻煩的 很麻煩啊 非常麻煩啊 高怕 這個手氣太好了啊 好 3號球的中帶 母球拉幹 兩顆心啊 彈上來 做到5號球 哇 本來是一個很複雜的球型 你現在突然變得很簡單 這個 這個魔術師 變魔術也 會不會變得太 太厲害了啊 怎麼辦呢 誰叫他的外號叫魔術師呢 所以這個要怪美國人啊 這個美國人幫他取的這個 錯號 對 不過話說回來 這個 你說要美國人幫他取這個 這個錯號 你得有 這個多次的表現 之後 認為 讓人家認為說 你這個不是好運氣 猜猜這個 可以幫你取的這個錯號 傳染衝 因為他是 雙數局的衝球啊 所以說基本上來講 這個就已經佔虐勢了啊 但是 最起碼 這個發球局 還是要想辦法保住啊 好 7號球進了 1號球的底帶 應該是 可以進啊 右下角底帶 好看7號球直接進蛋 好 好 沒錯 1號球的底帶可以過啊 母球 拉乾一顆心出來 做2號球另外一邊底帶 好 我們看這盤球的困難度也不高啊 甚至可以说是相当简单 这个最主要就是说一个稳定性的一个表现 好打三号球做四号 这个这个做球你只要拉干一颗心啊 或者两颗心 走到这个左边的发球线附近啊 或者是说直接一颗心弹上来啊 走到目前母球的原来位置就可以了 然后种干两颗心啊 这个做五号球同一个带 力量怎么样 直接选择一颗心 这个好像 这个两颗心可能是比较好打一点点啊 保球 六号球有点直 这个角度不错啊 这中干稍微往右边移一点 正好 对 这样子的话直接拉干就可以了啊 做九号球 所以到目前为止啊 这个专严的表现是相当的不错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赛选的 列球 表演球 这是一个朵干 观众看着金金有味 我们看这是一个左赛朵干 其实这种朵干 对这个会朵干的选手来讲 这个朵干算是一个蛮简单的一个朵干 冲球又有球进 可是一号球现在在三号球的旁边 在球台的上半部 对现在关键还是看二号球啊 那我们看冲球八号球直接进袋了 然后很不幸的二号球跟九号球相连啊 所以说这个呆火的进攻这个二号球是个关键 那一号球当然了现在有可能现在做安全球 哇哦这个力道的控制 对相当好啊 非常难解啊 最少要接两颗心啊 这一颗心 一颗心的话可能只有一个办法啊 这个就是打跳球啊 但是这可能也不太好跳 因为 因为这个身材可能不够啊 所以必须要打两颗心啊 好现在就是两颗心的路线 好 哎呀 哎不要把二号球撞出来了 哇这更差哎呀 啊这本来本来都还很难讲的 这些这个穿断冲 哈哈哈哈 你帮对手把问题给解决掉 对啊就是啊 呵呵 那心里面可能在想拿这么碎啊 对哈哈哈 这下子 解不到也就罢了 还还去碰到二号球 呵呵 所以这下FMS又要写一张谢卡 给这个对手穿胆冲 哎不过现在 哇做的太直了啊 哎不管怎么样像这种远球啊 你这个母球必须要周远 这个多多少少都可能会有变数 好左赛拉杆 哎他没有下赛 哎之前的这个表演怎么忘记拿出来用 表演的时候 打得相当不错啊 对 一个下赛拉杆 哎现在为什么不敢用 哎不过还是打劲啊 嘿嘿 好还是打劲啊 这球虽然说做的比较远一点 不过 这个可能是 可能是带口蛮大的啊 对这个Avern来讲没什么压力 对这个 还是打劲啊 这身边有什么 对这个这些 对这个Avern的 对这个Avern的 那边是 好对 好对 是 对这个 一颗心弹出来 对 对这个 我们如果 稍微注意一下Avern的球杆啊 这个上下部分的接头的部分 这个换句话说中间的接头部分 这个上面跟下面的颜色不一样 蛮有意思的 这个凑合起来就有干 不过人家用起来是很顺手 接下来要看看川天聪能不能够在这局继续呢 把局数给追平 拉锯战可以说从一开始 就一直延续延烧到现在 哎川天聪又没有球进 是不是啊 二号球进了 二号球进了啊 但是一号球却形成了调球 好看看来打个跳球 有没有办法打进 二号球是直接进带 但是母球的控制不大理想啊 所以说虽然说一号球 停在带口前面 但是六号球挡住了 看看一号球有没有办法跳进 这算是一个蛮好打的一个球 好感觉没错打进 但是三号球哇 好像又掉球了 现在看这三号球 对这个好像没有办法打进了啊 好想要解禁 太薄了 好留下一个重带的机会 好再看一次啊想要解禁 但是解的太薄了 好 FM这个球啊 这个球母球一颗星弹到三号 四号球的下面 然后差一点太轻 对 这局FM Reyes如果拿下来的话 就要准备拼牌了 六号球可以来做中带啊 这个母球两颗星走到左边 对这个楼的颗星弹到前面 对这个楼下来的话 对这个楼上来的 然后他们在这边 如果有点插绍役的 应该是一颗星弹 然后可以在这边 里面的颗星弹到 里面的颗星弹到 最后来的颗星弹到 里面的颗星弹到 中带的颗星弹到 右賽推桿,很明顯的8號球要來做中袋 看看傳單聰呢,今天一整場比賽打下來 很可惜最後還是先 因為如果還想要在今天 這場跟FM Reyes8強的比賽當中 還能夠保持競爭性的話 下面這局不能夠放鬆 有球進,在1號球 還可以保球 這有可能一桿清光了 我們看到,進帶的球是3號球 直接進帶 1號球可以來保球 然後母球回到球台的下方 剛剛好可以做到2號球 好,果然保鏡 這盤球 有可能 我想這個傳單聰應該是沒有機會上來的 是不是4號球 右賽 哇,蠻直的啊 蠻直的 拉桿一顆星出來 定桿就夠了 好,那麼這樣子的話 必須要直台一顆星回來 然後5號做6號 這也是一個簡單的一個推桿橫台 非常危險 對 這個球他自己 自己都捏了一把冷汗 這個一點 我們就知道他原來是要做到哪裡 這個推過頭了 角度比較小了一點 那麼角度小的話 當然啦 這個7號球就稍微會做得比較遠一點點 所以說不定還有變數 如果說他剛剛這個6號球角度比較大的話 當然這個7號球就可以做得比較近 哇,這個Afriend彈笑用兵 還是照進服務 對,推桿 好 8號球的底帶 我們看到他剛剛這個7號球啊 一個中桿推桿 哇,像剛剛那種7號球的中桿推桿啊 你打得越用力 你打得越用力 然後這個推的距離就越快 好,沒有一個人 當然從這個最後一局比賽當中 一點機會都沒有 F.Rais 從頭到尾 就把最後一局的 檯面上的所有的球給清光 最後的比賽結果 F.Rais再一次也是第三次